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反趋点 inflation points 什么叫做反趋点呢 反趋点就是 如果说这个点出现了一个反趋点 它的话呢 在左边右边 它是出现的一个上凹 一个下凹 要不就是一个下凹 一个上凹 那它的话呢 介于上凹以及下凹的交界点 我们就称为inflation points 那么我们要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如何去寻找这个反趋点呢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用的是二阶导数等于零 这个位置的话呢 这个等于零未必是反趋点 因为的话呢 这个只能够说它是一个二阶临界值 那么它这个地方要非常的注意 我们的话呢 未必是反趋点哦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看 来我们看看例子 例题是这样子的 我们题目是S四四方加一 我们来找反趋点的坐标 那我们来算算算看哦 各位同学看哦 要找反趋点是不是首先第一步 先微分 这个微分是多少呢 4X的三次方 那反趋点要看的是二阶导数 所以我们再微分一次 double prime是多少呢 三四十二 十二X的二次方 好 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了 假设这个要零 那这个的话呢 X就势必也是零 所以X等于零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这么说了 它是二阶临界值 现在我们肯定了 它是二阶临界值 它是不是反趋点发生的位置呢 当然我们列表 让各位同学看 这个地方是X 这边是double prime Gn分是F of X 来 二阶临界值 唯一的一个是零 我们再来看下去 现在来看的是这个 这部分 这个算是 各位同学看 如果X比零还大 二次微分 是正还负 正 因为的话呢 二次方 一带下去 一定都是正的 负的也是一样 负的平方 它还是正的 我们发现的话呢 零的左右 通通都是正的 那它不是反趋点哦 那它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上凹 这边也是上凹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个题目的话呢 说什么了 说 是二阶临界值 它会让它二次微分 会变零 可是它不是反趋点哦 我来看看它的图 我们的图形看一下 它的图形的话呢 是一个很像抛物线 但它绝对不是抛物线 因为抛物线是二次方 我们这个题目是四次方 会倾向于比较像是圆角 圆角的举形的样子 那这个题目的话呢 在这一点的话呢 它是左边上凹 是右边也上凹 所以它基本上来说 它是一个二阶临界值 但是它并不是反趋点 的 旻面 今天 有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